Hey guys,我是萌哥 这是一期深夜佳吉的视频 因为明天呢,2月23号就是要更新了 进入到第16赛季 那么同时呢,我们非常喜欢的模式 噩梦主影呢,也会正式下架 所以呢,在这最后一天 我打了最后一把的噩梦主影 就打了这一把 算是正式告别这个模式了 这一个多月呢 噩梦主影也是陪伴我很多快乐的时光 因为毕竟拿了很多第一嘛,是不是 好啦,那我们就最后打一次这个噩梦主影 这个开局呢,不好不坏 排在中间 这个滑梯我真的是深受其害 每一次跟大家一起挤在上面的时候 最后一个滑下去的总是我 所以我最后就不要走滑梯了 不如摸一个好一点的道具 你看,这不就把我给弹过来了吗 我觉得开局前面几次抽道具的机会很重要 就根据我多年的第一名的经验来说 几乎每一次前面抽到护肘和球的时候 跑低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前面这个距离拉开的话 后面跑起来会更轻松一些 不过你吃枪的概率也会更大 但这也是相对的 只要你前面拉的距离够大 那么你吃枪的话 也不会怕被别人追上来 还有这个弹射墙用的好不好 也是非常关键的 像什么弹射墙失联 或者往回弹这种事不要遇见太多 这个长距离的板区 如果你有一个鞭子的话 你不仅可以快速的拉近距离 也可以获得一个短暂的加速 雾刃桥 只要你躲过第一片雾刃 以及第二片雾刃的交汇处 那么你就可以一路畅行无阻 鬼屋里面的雾刃也是这样 只要第一片雾刃达到了椅子 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上楼梯就好 因为这个时候第二片雾刃 怎么也不会打楼梯 到了守残党最害怕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完全靠自己的一个敏捷度了 我之前出了一期视频说 不建议大家走这里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玩公园服比较多 那个时候公园服 所以就怕碰到蹦床手残掉了下来 拿不到道具就很亏 看看这个护弯 这就是丝滑的感觉 之前我跑到第一圈的时候是1分40秒 这次比之前还要快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的话 第二圈你应该会吃不少枪了 就比如我现在 不过不要害怕 因为在接下来还会遇到各种触手误刃 只要你保证自己不被触手拍到 不被误刃打到 那么别人还是会有很大概率 吃到触手和误刃的 升降门这里也是靠运气的一个地方 就比如我现在前面两个门是一口气跑过来的 有的时候运气好 可以一口气直接跑过三个门 当然也会有运气不好的时候 就是你走到哪个门 哪个门就给你关上 不说第二圈的触手桥 几乎没什么触手给我 躲触手无非就两个原则 要么远离他 要么绕他 大部分人在马戏团里面吃到触手 是因为跟很多其他的队友一起跑 那个时候触手长成零 有可能是别人的触手拍到了你 即使我现在走到了这里 也不能放松警惕 因为这里会连续有好几个地方刷到道具 也就是说你有很大的概率吃到枪 就你看现在已经有两把枪在旁边等着我了 你看说啥来着 不过不要慌张 因为前期的距离拉开得够远 所以现在即使连着吃了两把枪 也不会有人追上 这个时候的误刃桥 跟我第一圈跑的时候不一样了 因为我刚刚吃了一把枪 所以导致了我来到误刃桥的时机 跟刚刚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连续吃了三四把的枪 可以看到右上角雷达 已经有人要超过我了 所以很多时候 后期如果吃了很多枪 那么这个第一也很难保住 所以最后的紧要关头 我们就只能靠蹦床 要么你就祈祷别人蹦床失误 要么你就祈祷后面还有人有枪 可以打他 最后决定你命运的时候 就是这一个道具 保佑他要么是一把枪 要么是一个冲刺的道具 这个时候弹射墙就非常非常的关键 你看我这里就失误了 因为太着急 害怕被抢过 不过还好还有一个护腕 所以第一名还是我的 本来是想做最后一期 这个模式的视频 然后就是向他告一个别 然后怀念一下这一段时光 没有想到还是做成了教学 可能不久的将来 噩梦主影会重新再一次上架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到时候他可能会有更多 不一样的改变和玩法 那这一期视频呢 就当是我这一个多月的总结 向大家传授一下经验 当然如果有比我玩得更好的 你也不用来杠我 每个人对游戏都有自己的见解和玩法 希望大家可以抱这一种 交流和讨论的心态 去看别人的视频 不要总是以杠为目的 好了 感谢这个寒假 有噩梦主影的陪伴 虽然这期间 大家可能碰到了一些 在最后一直恶意刷道具攻击的人 希望他们没有影响到 你们对第五的热爱 噩梦主影 期待你整装戴发重新归来 我是萌哥 记得关注哦 是红蝶不好 他来了 看不见我 看不近我 我这不会溜红蝶了 怎么办 哎呀 他来了快跑 完了 假假了 你烂冬冬不错 我没了 绿绿绿 去去国王来救我 吃福 吓死人了 他走了 你还是来追我吧 这期国王什么烂冬冬都没有 没找到好可惜 打不着打不着 打不着 烈烈烈烈 大家都走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你去早干了 这是被你要死了 嘿 guys 我是萌哥 春天已经到了 气温回升 春暖的花开 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 你开学没有啊 开局 先去小丑屋逛一圈 把囚徒的电机给破坏掉 哇 转角遇到爱的我见多了 这主动送上门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那你这刀不吃定了 走走走 跟下去看一看 你这里赶上二战 你可真是个狠人 来来来 我在下面迎接你 哎呀 你说你倒这么快 人家还以为我这是第一结局呢 谁在说话 闭嘴 死这么快 应该不会有人那么快来救吧 来我们看一下场上电机的情况 一战有人 嗯 过去会一会 来小空军请你吃一口 嘿嘿 被我拦截了吧 哎呀 秋兔被拥兵偷了 哎呀 完了 这一枪呢 肯定都跑远了 可恶的小空军 那我就拿你来开刀 完了没打招 完了没吐到 哎呀 这把前期给了太多机会啊 去吧 祖传的闪现 呼 舒服 这种丝毫的闪现 真让人陶醉 把小空军挂上椅子 去狗洞那边看一看 说不定囚徒在呢 是个佣兵 哎呀没有蛛丝了 不然还能吐个半写 可以 这护腕交得很稳嘛 不跟你博弈了 直接打 好了 双刀 节奏回来了 嗯 这边有个洞 看一下有没有人 积极国王过来 先请你吃一口痰 呼 这个节奏 这不就回来了吗 真爽 怎么样怎么样 小球徒来不来 小空军你们还要不要 来了来了 想打个气球刀 他不会电我吧 不管了 试试再说 嗯 没电我 那你就没了呀 哟 本来也在想着 让佣兵卡半救下的人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二挂空军 居然是我翻盘的机会 人生的际遇总是变化莫测 尽管如此 我们仍应该相信 万变之中的不变 你希望被如何对待 就那样对待他人 你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 就去努力成为那样的人 我在讲什么 好了 开学快乐 再见 我是萌哥 点个关注吧 哈喽 今天给你们带来 今天给你们带来一把实战 爱哭鬼 话说这个赛季爱哭鬼是经常的上班位啊 不知有多少人的分 竟被他那一片小小鬼火所吃 开局出现在了鬼板 这个地方虽然容易撞鬼 但是有机不休是神 不是吧 我才刚摸到鸡子 我的天哪 哎呀哎呀 爱哭鬼来了呢 快逃快逃 说实话 当时这个鬼火吃了之后 我的双手已经想离开手机了 我已经想放弃了 但是一看队伍 不行啊 小粉丝还在啊 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 不就是个爱哭鬼吗 来 别的不说 这鬼屋板区 我还是非常能行的 瞧咪咪的卡个视野 你来我就走 你不来我就继续蹲 这个板留着 再给你绕一圈 虽然这个东西有点浪费啊 但是我怕距离不够啊 浪费算什么 多活一秒 试一秒 好了废话少说 战哥走起 走走走走起 你闪过来 好我 对 对 我 对 哎呀 这里是雾了 不翻的话可以绕两圈 但是我估计还是得死 因为我手上没有动了 我也转不了点 他来了他来了 小粉丝拿着枪来了 哇 这才是空军应该有的样子吗 我又活了 大洞走起 我等着你过来 哇哦开心开心 太开心了呢 我怎么如此才会 都已经这种局面了 他应该不会再转过来 拒绝我了吧 来来来小萌萌 我们一起摸一摸 哎他来了松开松开松开 撒手你给我撒手 别动我的胳膊掌 没招没人你就上手 套路数十次挺狗 咱俩就在这靠 谁疼谁知道 你要敢再动我一下 我给你一天胖 哎嘛真好听 应该不追 还追我 不是打了空军一刀吗 你过来 我绝对不是嘲笑你 我躲那你看不到 对吧 我绝对不是嘲笑你 我只是自己能够砸到人 我觉得很开心 像我这种弱鸡 很少能砸到人的 你们看看艾古尾 他多有横心 多专一 你们好好学习一下人家 既然你这么用心 这么认真地追我 我一定好好奉陪 我绝对好好遛你 啊 又没闪到我呀 这 没关系 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子 我打屠夫的时候 那个闪蟹 用得跟脱离卡点似的 别的不说 我的手真的是搓疼了 咱能醒了不 好了 吴鲁克走了 我晕 压好了 我都没注意到 这意思是我又得溜一遍呗 直接加速吧 我的看法 唉好了好了 终于可以光荣退休了 你们这玩意可以散跑了吧 不是我求您了 我求您门了 能不能快走 我嘻嘻苦苦溜了一整局的鬼 你们还在这里当门花 让我一直在椅子上面坐 你们觉得我很舒服 我太难了 好了 这一局门客凭借 自己英勇的遛鬼技术 我是门客 下期见 关注一下吧